Hello 大家好 我是屍古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點看 今天是一個很神奇的日子 因為我坐在這裡看了三四個小時的新聞 我都找不到一些適合延伸討論的政治新聞 或者是娛樂新聞 因為各位觀眾都能夠理解到 真的不是每一篇新聞都可以有充足的討論空間 通常那些沒有討論空間的新聞 我都放了去神祖新聞跟大家說的 因為如果強行將沒有討論價值的新聞 我又不想為了拍片 為了去賺一個幾號 既又痛苦了你 亦都痛苦了我 所以今天找了兩單 肯定是有討論空間的時事新聞 去和大家分享 第一單新聞是關於近日 康智學校罵出了很大的妖娥子 有很多匿名信去投訴 這間康智學校 很多老師經常都不恰當去對待兒童 大家想像到我想表達些什麼 以及在去年開始 香港就多了很多這類型的案件 即是說那些人怎樣做呀 怎樣做呀 小朋友哪裏瘀傷 哪裏瘀傷 那裏瘀傷 因為有很多前居之鑑 所以令到整個社會 現在面對相關訊息的時候 就變得高度緊張 大家的下意識都會認為 但凡有類似的投訴 就一定認為這些投訴是真的 結果警方高度關注 重案組落足人馬去調查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究竟又有多少老師需要被拘捕呢 結果最後發現 原來那些所謂的投訴信 那些所謂的影片 全部都是由同一個老師 自編自導自演搞出來的 最後差點被那個老師搞到整間學校的聲譽盡位 不單止是那間學校 是連帶 因為大家要知道 康智其實是代表著一系列的學校 一系列有特殊需要學生的學校 差點令到康智這個名字 就這樣敗在一個老師手上 現在真相大白 稍後就跟大家去看看 一個老師想著去屈整間機構的細節 另外第二宗新聞 就是關於神祖新聞 有跟大家說過的尖沙咀斬人案 原來現在內情曝光 又是牽涉到黑幫與黑幫之間 他們不同的競爭 有時候我自己會覺得很好笑 當報紙佬 他們都可以去把這些細節寫到 繪形繪星 這個叫什麼什麼歌 他有什麼字頭 大家刀光劍影的時候 其實就沒有理由是警察不知道 甚至乎理論上 有時候為什麼記者能夠寫到報紙 是因為警方去分享信息 給他們才知道 但是現在確實 香港的治安真的差了很多 有很多地方令到大家都未如人意 所以我經常都這樣說 如果警方或整個香港政府 願意拿對待黑暴的那種力量 去對待黑幫的話 我相信香港應該不會再有 所謂的什麼三合會 或者香港已經是一早天下太平 關於那些細節詳情 和一些我自己的感想 稍後再跟大家慢慢說 在節目開始之前大家記得 留言訂閱讚好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旁邊的二維碼 每個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另外也希望大家積極留言 我們今集節目就正式開始了 一個嚴重兒童需要的大埔看志會 重嶺異效 近日被爆出多宗的懷疑個案 令到整個社會高度關注 由於案件性質嚴重 新界北的重案組接手調查 經過深入調查後 警方就發現 這間學校一個48歲姓堂的女教師 偷拍學校的教學影片 跟著還要是非法盜取學生的資料 和製作匿名信 分別寄給家長、辦學團體和傳媒機構 而且當中信中有部份指控誇張失實 警方最後在星期一 以不誠實取用電腦和浪費警力罪名 拘捕了這個女教師 消息指被捕的女教師 以儲名前TA 寄出多封匿名信給家長 什麼叫做前TA呢 TA就是教學助理 有些人不是教書的 但也會幫助老師做事 這些叫做TA 冒認一個前TA的身份 寄出了很多封信 封信中包括了很多經過剪接的片段 閉路電視剪接的片段 警方經過調查後 特別找回一些未經剪接的原片內容 發現了 原來有人故意拿閉路電視剪頭剪尾之後 再自己作過誇張的故事 嘩眾取寵 原來這宗新聞 在8月24日已經開始了 因為在那天開始 有一名家長報案 就說收到匿名信 內容就是指控 學校多名現職或離職的教職員 就在學校中 不知如何對待那些小孩 在8月至10月期間 很多家長、辦學團體 以及教育局本身 都收到匿名信 全部的影片都經過剪接 最後查完後就發現 原來有些所謂的片段 是4年前至8年前的錄影 以及最過分的地方 原來有些所指控的地方 根本連教職員都不在場 隨後 警方因為很高度重視相關的事情 所以日以繼夜夜以繼日 看了這間學校這麼多年以來 接近1萬9千個小時的影片之後 都發現這間學校沒有任何違法行為 警方向律政司拿了意見 認為未有足夠證據去證實信中的指控 反而反過來研究 究竟這封匿名信 會不會有人自編自導自演呢? 因為有時候其實有些細節是可以看到的 即是這樣說 你封信是特別去投訴某某老師 但正常來說 你可以去想的就是 例如你是一個街外人的話 你最多可能知道那個老師叫林老師 你很難會知道別人的全名 跟著好像如數家珍一樣 惡意地特別地去針對某一些老師 還要說連她所有詳細資料都可以交代到的情況下 將她寫成匿名信去舉報給別人 所以之後警方轉了調查方向 然後鎖定了這間學校一個48歲的女教師 涉嫌在今年8月至10月 製作和寄出相關的信件 另外警方也在她的辦公室和住所 找到兩部用來製作匿名信的電腦、打印機、兩部手提電話、三支USB 還有一疊的郵票和信封 警方相信她是偷拍和偷錄相關的教學影片 跟著再到處剪接 原來這個被捕的女教師 在這間學校已經任職了10年 主要是教授音樂和語文科 她正在被扣查 也即時被學校停職了 警方呼籲 而且很歡迎市民一旦遇到什麼事 無論什麼都好 建議即報 但不能容許有人濫用舉報機制去捏造事實 從而達至個人的報復目標 警方說 製作和發佈匿名信 家長未知真相 就會感到當之恐慌和無助 對於一間 真的為這些有特別需要的學生服務的學校 聲譽受到嚴重的影響 警方強烈譴責相關事件 這個女教師很明顯是玩大了 其實你一個48歲的人 如果多做7年55歲退休的話 其實很快她的職業生涯都完結了 想不到48歲的人 才去做這麼幼稚的行為 亂誣人 其實都有輕重之分 例如說 你屈一個人 他曾經偷你500元 以及你屈一個人 他曾經發生過命案 這已經是兩種不同程度的罪案 但這個老師似乎沒有什麼用腦 故意去選擇了罪案最嚴重的一種方式 去屈自己 可能一些上司 或者一些覺得比自己更優秀的同事 而且真的很愚蠢 因為你能夠做老師 你做了10年 即是表示 其實你做這份工作 你自己都能夠接受到 而且根據我所知 在這一類學校裏做老師 其實薪酬都不差 都是說 最起碼都五六萬起跳 結果可能因為一些人事之間的問題 就搞到自己前途盡毀 因為好像這些濫用投訴機制 想著藉著公權力去剷除 一些自己不喜歡的人 如果他是沒有說謊 沒有作假的情況之下 他是對的 但如果是作假的話 還要是故意利用整個社會的同情心 和社會關注些什麼 而故意去嘩眾取寵的話 這些人一定會被人重判 其實情況就好像 例如你知道自己仇人住在哪裡 然後有一天你就打電話報警 某某某單位 裡面就懷疑被人禁錮 然後驚動到警方和消防 故意破門 等於毀壞了別人的財物 亦令到別人虛驚一場 去騷擾別人 好像這一類浪費警力的新聞 我有印象 最起碼都是半年或以上 而且這件事是浪費了警員去調查 還要用了一萬九千個小時 去看這些閉路電視的話 這個女人我猜她最起碼 就算她自己教學的時候 沒有碰過所有小朋友 但我覺得她最起碼都需要坐三年或以上 不過關於濫用投訴或舉報機制 我想在這裏 你當我是無聊也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這件事是在我們正常人 或者是黃人 都會出現的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 自從國安的舉報熱線出來之後 大家就會覺得 國安法就是中央賜給我們的寶劍 這把寶劍指了打打 我相信或許 聽到這段影片的你 你也可能有做過這些行為 也不一定 就是會把一些自己不喜歡的人 誣蔑說她是黃絲黑暴 然後把她的私人資料 發給國安 我相信一定有人這樣做過 但國安當然是根據事實去做事 如果你只是發了一個人的名字 你又沒有任何證據 然後你說她是黃絲黑暴 那找誰去信你呢 有些再進一步的黑心人 就會像上述的那個老師一樣 自己去製作一些假證據 又或者很勉強地去折錄別人 一些WhatsApp對話 或者一些社交媒體的對話之後 可能又是剪頭剪尾 然後就發給國安 就說 哎呀這個就是壞人來的 對於這些濫用盜用的行為 就呼籲各位不要這樣做 因為我明白每一個人 都會有一些自己不喜歡的人 或者是仇人 但透過公權力去替自己達成復仇目的 我敢說 100個故事裡 100個都是不會成功的 除非是說 你很討厭一個人 而那個人 他又真是一個壞人 那你就像一個偵探 埋伏搜集他的罪證 再去舉報 但如果你是真一個人 但別人是清白之身的話 千萬不要想做這些事 因為一旦做這些事 很容易引火自焚 燒自己 跟這個老師一樣 只不過 我這番說話 就是奉勸各位正常人 做回正常的事 但黃人 以我所知 他們是有些更加邪惡的手段 講一個真正的技術例子 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這間科技進步 要去造假很簡單 例如說 阿羅井仔 在自己Youtube的社群 例如說 我跟大家說一聲Hello 其實如果有些想造死我的人 他可以進去我那個版面之後 然後就去 好像按F11 還是F12 好像是F12 進入一些網站的代碼 然後就可以把我原本 和各位觀眾說Hello 那句話 直接改成光復午時 總之最敏感 那些最不可能 在我們口說出來的說話 因為他可以直接改了代碼 按Enter之後 再截圖 理論上是可以屈到任何人 都是黃絲黑暴 當然 我能夠說到這麼詳細 是因為我連直接手段 怎樣去改這些都知道 以前跟朋友去玩一下 當然就不是什麼去舉報 例如說 把朋友說過的話 然後改一改幾個字 令到整句句子變得比較好笑 再截圖拿來大家笑一下 你說彭貝之間 大家圍內說一下笑話 無所謂 但這種方法 如果你說去改別人的說話 又說什麼 這個人準備買空 怎樣怎樣怎樣的話 然後再去舉報國安的話 有些黃人 我好像在兩年前 都好像在連登上面 有印象 聽過些人有這樣做過 不過 即是叫做事隔兩年 到現在都沒有見到 有相關新聞的話 很有可能 就是國安 他們的舉報系統 的辦事原則 都是相當之嚴謹 不會因為你貿貿然 一兩張圖去處理 因為我看了新聞 其實直至到現在 國安的舉報系統上了線之後 已經收到接近 35萬條的舉報信息 但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35萬條的舉報信息 但實際上 國安真的有去行動抓的人 究竟有多少條是來自那些訊息 不是用來舉報的訊息 剩下的那34萬條的訊息 是否有很多人 是想著 叫做 借國安過橋 想著去動一些自己上司 這一點大家可以想想 總之 雖然我懂很多 古惑的招數 但我一直都是導人向善的 總之那些 屈人 借刀殺人 千萬不要想 因為復仇其實是一件很累的事 即是你預期去想 怎樣去增一個人 怎樣去令他人受到傷害 那很多時候 你應該要選擇去放下自己的仇恨 例如說 你覺得在某個圈子 自己真的不合適 那你就選擇離開這個圈子 再不是的 你就要變得不要再去理會 一些對自己沒有價值的人 那自己便活得開心些 就像我拍片一樣 總會有人不喜歡我 例如猴子也不喜歡我說這麼多真話 所以我都不能避開 別人不喜歡你 那你唯有 不要理會別人 自己做好自己 就是這樣 所以 我不知道各位觀眾有沒有發現 除了關於猴子之外 他比較特別 畢竟他現在都穿了草 除了他之外 其實我現在都開始越來越少 跟其他人做對比 因為我自己最近都開始看多了一些 即是叫做令到自己放下執著的書籍 因為我前陣子都發覺自己 好像比較執著比較暴淚 例如說 經常都會覺得 哎呀 為何我明明好像做得比其他人好 但為何我的數字永遠都不及別人好 但是 之後也有些朋友去開解我 令到我放下了心中的屈劫之後 現在去看這些 即是因為報仇而令到自己 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新聞 相當之感慨 當然 各位觀眾都可以覺得 哎呀 因為今天井仔沒有新聞 所以特地找些新聞 找些東西在這裏說一下 那我也不可以否認這個目的 即是叫做輕鬆一點 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 好了 去到下一單新聞 尖沙咀的斬人案內情曝光 消息就說 事件疑似就是尖沙咀的新技安 和和合圖的幫派糾紛的延續 在11月9日晚上11點 兩名分別為尖沙咀的娛樂場所看水的幫派男子 突然遭到三名的刀手狂斬 刀手請完兇之後 登上一輛接應的私家車圖去 事隔半小時之後 這輛私家車在大埔被焚毀 懷疑是毀滅罪症 消息就說 傷者是來自某個幫派 因為幫派名字我不想讀得這麼清晰 某個幫派一個叫做阿和的人 和第二個幫派叫做阿邦的人 他們就是去幫尖沙咀的娛樂場所看水 但看水的時候 由於刀手是因為大家的光湖紛爭 所以不管了 見到你在附近出現 就當你是某一個幫派的人 所以見人就斬 就算那兩個成員 不是某幫派的成員 也是同告受傷 還有其中一個人 那隻腳是嚴重重傷 將來走不走得回都未知 我自己見到這麼多這些新聞 甚至報紙佬都可以寫詳情 其實香港警方應該需要出來交代一下 因為現在特別是說 由7月1日開始 香港的治安真的變得差了 根據一些數據的統計 是說7月1日至今 131還是132日內 已經有160宗斬人和搶劫案 即是平均一日一單的嚴重罪案 還有有很多斬人事件 你不是說精神有問題 或者是因為極度貧窮 而是說明目張膽的黑幫恩怨 所以作為一個小市民 我覺得警方是否有需要去做一些 洗大大地的清洗行動呢 雖然我知道現在警方是不夠人的 還有很多部門執法 例如食環署去執法 都要警方陪著才去做事 但你也不是說現在 每天好像回到七八十年代 這裏又砍油啊 那裏沒有砍油啊 不如找一天不是砍油才做新聞 好嗎 如果我是海外人才 即是我每天看到 這裏原來每天開拖 那我也是不來 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 如果可以用對付黃之鋒 對著黎智英的態度 把黑幫捕捉完 還要不給保釋 即是我不管你是被人哄的年輕 還是你是高殘 你是什麼什麼的人都好 總之把捕捉完的話 那就相當之好 但恐怕這件事 我記得我在半年前拍片的時候 我都不斷強調的 但似乎都見不到有什麼行動 很多時候還是那種 頭痛依頭腳痛依腳的做法 就是女女有罪案發生之後 警方就會積極做事 之後都會做到事 但這種做法就做不到一種 預防的態度在裏面 而且不知道各位觀眾有沒有這種感覺 就是自從2019年之後 警方和政府都著重了在香港的治安那一方面 但治安都是傾側在國安那一方面 例如說是其他那些叫年輕人不要吃藥的廣告 或者叫年輕人不要加入三合會的廣告 不知道為什麼少了很多 我不知道是我少看電視還是怎樣 但我真的發現這幾年相關的廣告 是沒有什麼 而且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年輕人選擇挺而走險 特別是神早新聞 經常跟大家說那些被人抓了的刀手 還會有些刀手是年輕過我的 23歲、24歲就去拿刀的 這些很明顯就是 他們讀書成績不好 升不到上去大學 甚至乎有些是連中六都讀不到 可能中三、四就已經絕學的人 他們就是屬於教育體制的犧牲品 就算你說在教育體制成為犧牲品 都不要緊 因為每個人的學習能力總有高低 但這群人不單止被教育制度遺棄了 同時亦被整個社會遺棄了 然後就令到他們可能中三或中四出來之後 他們就沒有其他的機構 沒有其他人去跟進 而令到他們在沒有任何栽培 沒有任何職業技能的情況下 就需要出來賺錢 其實姜濤也是一個這樣的人 但他最後就叫做找到自己的前路 他透過唱歌跳舞 現在發過很多醫生律師 但是這麼多個絕學或者沒有接受過教育的人 是說十萬個才能出到一個姜濤 難道剩下那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個 就由他放在社會不去理嗎 還有就是因為這種無謂而至 即是不去理一些比較基層 或者叫做學習能力不太好的學生 很多時候年輕人的思維未成熟 不只是知識亮熟 智慧不成熟的狀況之下 是真的很多時候 會為了去賺眼前的快錢 而選擇挺而走險 例如說 我沒什麼讀過書的 字都不懂多隻 現在幫我大哥看場 也有一千元一天 總之誰搞事的 我就打他 就是這樣 我就有錢了 一個月不休息的 有三萬多元 對於一個沒有學歷沒有技能的人 是相當吸引的 再不是的 有一天幫派跟他說 你幫我去砍一個人 事後有五十萬 這塊錢對他來說 是他一輩子都不可能找到的 他便選擇挺而走險去做這件事 所以有時候 為何現在的劫案這麼誇張 除了香港經濟差之外 很多時候是說 社會一班沒有出路的人 不單是年輕人 有些可能是三十歲 或者四十歲 沒有出路的人 他們最終都是踏上這條犯罪之路 所以 大家都不要說 單方面 就是覺得 那些人去從事黑社會 就只是香港警察做得不好 其實 罪犯的多與少 真是好像周星馳的 那個綠頂記 說 忘記了是否是綠頂記 就是跟那個皇上說 就是說 如果你管治得好的 哪有人想做黑衣呢 如果香港 對於一些基層人士 是多一點的關懷 或者是多一點的機會 讓他們可以向上爬 去裝備自己的話 老實說 如果一個年輕人 他自己 例如 他學會了那些 可能做冷氣 也好 或者做水電 也好 他自己努力一點 原來是可以 一個月賺到三萬 那麼 他為什麼要去 和你做個體場 為什麼需要 幫你去帶那些非法藥物呢 但是 要去徹底改變這種狀況 對於香港政府是困難的 即是你沒有過十年二十年 你是很難改變現在的教育體制 以及 怎樣去整一套新的體制 去兜底那些比較不好 能力差的學生 令到他們都能夠學有所成 找到屬於自己的出路 不過 如果以短時間的成效去看 當然就是 警方要做多些事情 多些去打擊他們的收入來源 以及 找多些KOL 即是 收錢也好 去叫年輕人迷途之犯 即是 即是 你現在就算做緊也好 但你未做錯 未被人抓的時候 立即放棄去做這件事 到時少些人去犯案 個個都有前途的話 找鬼跟你拼命去斬人嗎 好吧 今集節目就來到這裡 今集 我承認的是廢話比較多 選擇用一個比較 輕鬆聊天的模式 和大家去講一下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大家給我一點意見 因為今天 我也想找些很有營養的東西 和大家分享 但奈何 考虎難為無米吹 真的找不到有營養的東西 不好意思 好了 就這樣吧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